創業 conduce 社會发展 18、十十六、陽主教 discoverer tends not only one, if it's only one, 在完成年十月、陽主教站 盛光澳, 史讀核心 hop 各位大臣悸極殖盒 noble 請到的是盒長! 公念三生本師聖好及開軍祭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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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欲 请放掌 请放开大方广 圆节就得了已经经本第55页 我们今天从55页的道主第2行 底下的扇篮子这边开始讲起 我们请看经文 55页道主第2行 底下叫扇篮子 扇篮子 但诸菩萨及末世众生 既一切时不起妄念 宜诸妄心亦不熄灭 诸妄想尽不加了知 亦无了知不变真实 彼诸众生 神闻世法门信解受止 不生今未 是则名为随顺杰讯 善然指如等当之 如是众生 与神供养百千万劫 横河扎诸婆 及大菩萨 执众得本 佛说是人名为成就一切种子 我们前面说到了 上庆说我们到了 我们本经 我们也是 这一段也是本经第六位 菩萨 清经会菩萨章 他所提出的这个问题 这之中的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一切众生极出菩萨 如来世尊所证所得的差别 这里面我们说过 全面有 这里面的总共有四个层次 一个是凡夫随顺言觉 第二个就是 未入地菩萨随顺言觉 第三个就是 入地菩萨随顺言觉 再来就是 如来随顺言觉 所以我们修行 本经的四个次第 这本经说明得很清楚 那凡夫随顺言觉 我们再简单再复习一下 就是我们众生 我们凡夫就不能证得我们节信 因为我们众生 迷惑颠倒 把假象 幻化假象 无始以来我们 把它当作真的 所以无始以来我们借着这个六成 把六成当为是实有 内跟 内直身心世界 自为实有 所以我们担着五亿 本经就告诉我们 我们始终就担着五亿 迷在五亿六成里面 所以造作诸业 所以才遭感生死轮回 如果能够一战友 就是能够学习近立法门 通达十项的 教令开悟静言觉 发明起灭 了解我们的自心 就是因为是攀岩外面的境界 心生了其身灭香气象 生种种的烦恼 其实我们只不过是为了 我们自己满足自己的五亿 了解之后 悟了之后来对治烦恼 那怎么在对治呢 就关照 拱头放下来 心一攀岩了 染着了就放下来 一直到清静的时候 心清静的时候 那就还有这个清静相 所以说 第二个就是既比静觉为之障碍 还有个清静 固于言觉 不能自在 还有清静的接受 也就是说 还有饱 饱认 饱 还有在不能认孕 还不能得到自在 这个时候叫做 这个阶段叫 凡夫随顺言觉 凡夫随顺言觉 这对治的力量比较出猛 在提升的时候就是 善人子一切菩萨见解为爱 虽断 解爱 由住见解 解爱为爱 虽然断了这前面 净解为爱 但是还是一样 还有维续的 比较维续一点的 这由住见解 还有解有关 就是在前教菩萨这个过程还有解有关 还在一切境界中达不到真正的言容自在 那就是为入地菩萨随顺言觉 也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已经到了相世济博了 我们在提升 那就是入地菩萨随顺言觉 入地菩萨随顺言觉 那就是正法身 见到位 从我们在见到位 你看我们经常讲说 诸欧莫作 众善奉行 到了自尽其意 那就是 真正到了自尽其意的就是六祖大师所讲的那个记者 至心无悲是会借 至心无痴是会会 至心不乱是会定 正入奔正法身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 经常告诉我们这个 一切的这个修多罗教如主业标 也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 一切的 一切经教就是纸业标 那是要什么 借教 我们导师给我们指引的就是借教悟宗 借经教来悟本心 天台中讲的这个 刺激来讲 天台中有讲 藏通别言 你看 有大圣小圣 前说实说的 佛说那么多法 都是其实都是为了 根据不同的方便说而已 所以 任言经讲很清楚 方便有多门 归言无奥入 主要是叫我们 契入每个人清净洁信好以 所以前面讲 一切如来种种 说开示菩萨 亦不如是 这个 这个 到了这个 也就是 入地菩萨随顺元节 大策大悟 我们讲全信起修 全秀再信 无根用寻 也就是从前面的四六度 达到磊六度啦 再来就是 磊六度三隆取空 再来就达到秤信六度 到秤信六度的时候 就是我们讲如来随顺 我们讲 依真如薰如明 无明分分破 法身分分显 最后把四十套品生向无明前断境了 那就叫如来随顺元节 你看到如来随顺元节的时候 就近节啦 就是你看前面讲 虽然指一切障碍及究竟节 得念思念无非卸托 惩法破法皆是涅槃 智慧以此通为剝肉 菩萨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 无明真如无意境界 诸皆定会及引路之 既是犯恨 众生国土同于法信 第一天空皆为净土 有信无信 其成佛道 一切烦恨必尽卸托 到了真正的究竟节就是随顺 我们讲讲说这个随顺节信 如来随顺节信 到了如来随顺节信的时候 才是随路痴 他界定会随路痴及时犯恨 所以还没有到这个功夫的时候啊 我们就看到这个 我们会误解 有些人断瞻取义的 我就把这这样认为说 自信的随延任运啊 那会造业的 还没有 没有经过这样子全面这样子 修行 达到这个 如来随顺的时候 你就直接 还有帆布的旗币很重的时候 我们能够一这样子来那个 那是会造业的 造作作业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 到了这个 第一天宫 不好经界 众中国土同意把第一天宫 维持净土的时候啊 那 一样有的是 无名真如 无意境界啊 菩萨外道 所成就把同志菩提 一般人看到外道是一样 我看到这都是同个菩提啊 他没有误本心的修 未必 他是心外求法 那不能达到这个如 这里讲的最究竟的 如来随顺 结信了 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个是有 到最后的这个 如来随顺的时候 这是有经过了 从零度 我们讲修行 从零度 走到三百 就是回到原点的 的过程 把我们无名 无时以来无名 全部 也就是我们 佛法二十全部断尽了 这一念亲近本性 一切法都是佛法啦 这金刚经常清楚 一切法都是佛法 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说明的就是55月的道主第二行 我们看经文 善然指 善诸菩萨其末世众生 既一切实 不起妄念 以诸妄心亦不熄灭 诸妄想尽不佳了之 以 无了之 不变真实 不变真实 彼诸众生 魂是法门 信解授之 不生敬畏 不生敬畏 事则名为 随顺 结信 这一段经文也就是佛陀回答 清经会菩萨的所问的第三个问题 所以我问了第三个问题 就是 令 末世众生 开止圣教 那个随顺开悟 见赐能入 这个问题里面 其实有两个内涵 一个是随顺开悟 这就是顿悟顿修顿正 也就是 度言成熟的众生 他一悟能够一悟到极处 向六祖大师一悟到极处 没有障碍 第二种就是如同 凡夫随顺言解 论言经讲 离口顿悟趁悟病消 是非顿足因吃地均 也就是悟了之后 由箭刺熬入了 有这两种内涵在 意义在 所以第一个是顿悟顿修顿正 我们看经文一下 赞男子 但诸菩萨及末世众生 即一切时不起妄念 你看他这个 这个是顿悟顿修 这个是不起妄念的时候 你看那就是 他已经能够明心见性了 真正明心见性的菩萨 也就是金刚经讲说 民心好菩萨 能够积一切时不起妄念 就像顿悟顿修顿正的人 他能够契入空训 最起码都契入空训 能够念念流落说博就海了 他能破佛法奥子 知道一切法是空 像金刚 像禅经里面的治黄禅师 在问玄色禅师 但是六祖大师所讲的禅定是怎么教的 前述大师说 我老师所讲的是 五蕴本空 六成非有 体制沾染 就是我们自信 本来就是亲近沾染的 五蕴本空 六成非有 他不是真的有 真的有就是我们这点亲近沾染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切境界 都是我们这一面心性变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眼前的这个境界 我们认为这是只有的 也是我们真如 我们有能所变成了八十五十一心所 我们有相对能所 真如就变成了八十五十一心所的心 也是我们的夜市 这个夜市变现出来的 我们想像做梦的境界一样 梦中我们看了 有你我他 对不对 有好有坏 种种分别 梦一行其实梦中境界都是我们的心 通通都是我们真如体 他随缘变现出来的众生寻业发现 所以说 我们了解到生就是无生 就是这道理 他不是真的是有生 是我们夜群夜发现好语 那我们了解了 我们就跟心经所讲的 是诸法空向不生不灭不够不静不减不减 你就相运到了 所以心经所讲的就是我们本来的心 包括我们讲的五蕴 原教讲的五蕴烧入十八处 当体就是真如 当体就是实相 当体就是真如 如果我们也同样的七处六祖大师所讲的五所济致 何其自尽 本自清净 何其自尽 本不生命 何其自尽 本自济足 何其自尽 本不动摇 何其自尽 能生万法 这个时候就有了这功夫 功夫现前就是这里所讲的 能够基一切时不起妄念 那我们讲说什么是妄念呢 妄念就是我们夺在六层 跟神接触 夺在六层里面 那就是妄念 跟神接触 然啦 所以跟神接触 连在一起啦 我们历界众生就是 物欲嘛 色欲 物欲这边 我们所夺的生活 念念都是 在物欲上 以为这个六层是有的 我们众生就这样 那个就是妄念 所以我们要从佛性的这个角度来看 也就是我们从我们本体真心的角度来看 否则的话 我们从我们世间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很难对了解佛法的真实意 因为佛法 它不是从生命现象来讲 它是从我们真如体 本节上来讲的 所以说 除了六层 就是妄念 攀岩六层 就妄念 所以基一切时 这基一切时就是 如果是以这印度的来讲 就是我们讲的 晝三时 夜三时啦 以我们中国来讲 就是奥六时钟啦 奥六时钟 那以西洋来讲 就是我们讲 奥十四角时 所以说 基一切时 是不管白天晚上前天后 他都不希望念 这不简单 那不当然是法生大事才有这功夫啦 所以 也就是不然 不然这个六层啊 能够做到这个 在一切时啊 不然 那一定是要正入空训 才能够做得到的 因为正入空训 就是像梦醒的嘛 知道外面经觉是虚幻的嘛 自然他就不会去染灼啦 否则我们来讲 离 我们道理知道 还没有相应道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加以观照 所以说我们讲的 要大圣佛法重在止观 重在止观 道理就这样 所以 我们常讲说 我们了解要 了解 要物无身 要了解境界 他当起即空 原起信空 了解一界法 生当下就是无身 要正入 诸法空向 所以说要了解来 五印本空 六成非有 了解现象是习惯的 知道是没有一法可得 总而放下来 所以一切境界 知道是我们的新的眼影像 熬影 所以说 我们所有的现象 如同 世间所有现象 就如同金刚经所讲的 最后那个总结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眼 如入玉 易如殿 运作如是观 我们不断地这样子用功 不断地对境界来讲 能够 不被境界转了 我们就慢慢能够相应到了 体会到了 原来空迅 你会 常常间会相应到 它本来就是空迅的 它本来就是空迅的 不是完全没有 是相有食物 虽有如患 我们禅宗讲的 有 它是一个原体的患相好语 是我们的新的眼影像 不是真的有 我们不断地 观照 物性不断地提升 不断地提升 你跟空迅越来越相应 我们就是 日然傲然就放下了 虽然我们 还没有真正地 达到正入空迅 但是以这个教理 我们能够体会的 越来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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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大乘风远就叫我们 去体会到这个道理 而不在文字上 我们真正能够体会到的 这个道理 再加上观照 我们在生活之中 不被境界所困的 那就是我们讲 我们就是 过了什么 学习不好 就过了解脱 自在的生活 所以我们 要过了这个生活 一定是要 悟一切吧 不可得 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 这也就讲了 一切实 不取妄念 它不会执着 不会再 躲在向上 修行也不会再 躲在向上 当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帆布 因为我们都有所得的心 听经文法 我们还是要有所得的心 一样的 因为我们 研讨班 我们上来都研讨班 去处都这样 到最后 好像两三年了 越听越听到最后呢 那同学问他说 你为什么没有来呢 他说 讲的都是一样 得不到什么 得不到什么 我们就是要想要得 他叫你放下 不是要得到什么 所以说 当我们 这一念心 清静的时候 不染的时候 那我们那一念 本有的 本有这一念心 他在现前 就是我们这样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一念心 他的作用就是 这一念就是我们本来的心 对不对 所以即将 遗珠妄心亦不许灭 因为有体有用 我们这一念心 跟神接触的时候 有体有用 因为外道不知道啊 不知道这个生即是无神 他以为外面境界是有的 所以外道说了 一切法是从有无奥法熬生的 有的是说 从自然熬生的 有的是从半天熬生的 有的是从命地熬生的 他们都是 都是 一 无 有 有无奥法熬生的 这样 所以我们 加起来 这种种的 就加起来 你看那个 金上传有96种外道 所以外道的修行就是 以生指灭 以灭指生 因为不了解 是真相就是这样 用压的 像大石腰 鸭草一样 最后到最后就变成 鸭到最后就无想了 就变成无想定 生到无想天了 所以禅经 接触 也就问六祖大师啊 对不对 博法不是讲的 不生不灭 外道也讲的 不生不灭 这两则好像 这两则有什么不同呢 他说外道讲的 不生不灭 还能够清楚 博法讲的 不生不灭 好像比较 寒糊啊 外道其实就是 以生指灭 用压的 生不生不灭 用压的 那佛法所讲的 不生不灭是什么 本来就是没有生灭 本字不生 今也不灭 为什么 他把嚎如智 把劲如智 把劲如智 他冲在整个法界 整个宇宙 就是我们这一念 空灵灵空的这一念 节之性而已 他本来我们称为真心 那就是我们真心 真心是什么 就是我们常讲的 集嚎常造造嚎常吉 他作用上还讲的 集嚎常用嚎常吉 他骗整个法界者 所以当我们误了 生灭就是不生灭 生灭就是影像而已 不是真的 真的有这个影像 这个是有的东西 不是 所以生灭当下就不生灭 只是我们真如的体用 好以 就像我们看那个镜子 镜子有大有小 对不对 但是镜子的造性我们都看不到 镜子 我们用一块布把它遮起来 它不是没有造 它是造一个 布的那个黑影像 对不对 还是一样 它时时刻刻都这样子在造 因为它的性就是这样子 造性我们都看不到 它的功能性就是这样子 我们的真心也是一样 它时时刻刻都是急造的 所以说急 从体上来讲 急造 从体上来讲 它用 它有体就有用 从体上 体有体有用 所以体用是一件事情的 它本来就是 这种的作用 我们称为 它是一个最 圆满的 作用是最圆满的 但在作用的圆满之中 我们透过了我们的执着 变成了我们的分别心 所以说只要我们了解 外面境界是 虚幻本空 六层肥有 种头放下来 那轻轻的作用 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这一讲 遗珠妄心 欲不熄灭 妄心就是我们讲 妄分别心 妄分别 分别就是 其实我们讲 分别就是不分别 就是妄 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 像镜子这样造的很清清楚楚 对不对 它就是 清清楚楚就是分别 分别 它不会起着 所以镜像就是不分别 所以分别就是不分别 我们自信的了别 就像这样子 所以真心启用了 了了之 无所 了了之 无所知 了了见 无所见 能够通达一切 无所知 它不起 它不舍 所以我们凡 不是分别 菩萨就是制造 好以啊 所以菩萨制造就像镜子 分别就是不分别 为什么 因为它不长万进 不长六成的境界 它能够随顺 我们的真心的取用 好以 本节本有 道理就是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用意识的分别 意识的分别 有境界有好有坏 有厉害得知 有厉害得知 这个人我很喜欢 这个人我很讨厌 跟陈居 心就动了 动心了 如果我们情 情是不动 对 远离我们贪生之慢离 远离我们情世的变化 那分别就是不分别 因为它不能牵动 不能牵动我们的真心 我们在旺心里面 实在旺里面 转的 不但在这边打转 就是在六道里面在打转的道理 我们自信 它是本节的 它本来就是无始的 它本来就是没有轮回的 所以 可以讲 忘心亦不熄灭 那就是我们随顺 我们这一念 日心的妙用 它本来的作用就是那么自然 我们讲自然 自 无始至 它的作用 本来就是这样子 每个人本记得 所以我们 我们 懂了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就是 保持 我们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 把不该有的舍弃 奔别之 走来妄想再放下来 所以我们 越修行 我们心就越清静 我们就越来越看越清楚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我们本有的东西 本有的每个人本有的东西 以前执着在法上 现在回到本心 原来我们本心本有的 你心就越来越清静 对 心清静的时候 对我们了异的经典 我们一看就了觉了 因为它了异的经典 是不经过心意识的 所以我们本 所以说那个 我们讲的 那个 认邪君啊 一看 我们很清楚 不需要经过我们心意识的想 那就说 认邪君就是 印心的经典 因为大摩祖师 传给肺口大师的印心经典 一到了五祖 才以做金刚经 来印心的 所以说 我们常常用 用真心 真心是什么 纯 智 无尽 不着相 不着相就无尽了 就是纯剝落智慧啦 那剝落智慧的 运用 它就最圆满的 所以说 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在生活之中 从谜就转过来了 不会 以后就不会再造作书业 产生负面的作用 因为我们已经了解了 能够觉悟了 显过来了 所以一切法都是我们心辨 了解这个道理 能懂得放下万言 知道外面没有一法可得 像梦境 梦醒就好啦 所以这不断的要了解 梦啊梦啊 梦幻泡影 到底是这样子 大圣佛法 在 任切经的讲啊 比了这个 它比了更 用 用十奥种的方法 那个 那个几例的 来说明 包括我们 这个修行过之之中的 那个 佛门外道 对 对 我想 佛外道 我讲很清楚 所以我们 总的这个 道理呢 我们生活就在 起关照 生活之中 起关照 心念被进去转了 马上放下 就好了 放下 恢复我们这一念 清清楚楚明白白 这一念心 你看我们现在 各位在听墨西在讲外 是不是很清楚 清清楚楚明白白 但是我们有我执的时候 我们说到某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 我们就动心了 那清清楚明白白的就是 佑染了 本来是清楚楚 就是因为起着了 着像 着了 那个文字像了 好 就又动心了 是这样子 我们了解这道理 常常保认 保持了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心念起了 不善心了 就马上懺悔 这样一直用功 能够有一天 我们就能够相应经上所讲的 哎呀原来没有错啊 他本来就是空训的 境界本来是空训的 不是只有的 了解这个道理 好 我们到最后的时候 就我们相应到啦 感受到啦 原来没有错啦 有情无情 都是我们真如 全体都是真如 真如就是无生 真就是无生 那就跟新清所讲的 是诸法空降不争不灭的道理 那就 就能够 气会到这个道理 好 当我们气会到空训的时候 那观照力量就是更有力啦 更有观照力 一提 心念一动 一提 他就放下来了 能够这样子 能够懂得这样子 能够在生活之中 能够在任何事的时候 能够起观照 到最后任何事情 我们可以在人世中做得 圆圆满满的 所以我们徐旭伯伐 到最后 就能在生活之中 得到解脱自在啦 那有人如果说不了解之后 你看 有些人很多 我们看了很多 徐旭伯伐的时候 他变成很怪怪 人这个人很怪怪啦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懂得彻底放下来 来对峙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相对能够的习气 所以从观照的力量 由身转熟 烦恼力量 烦恼力量 慢慢由身 由手转身 慢慢 心就越来越清静了 所以这一讲 宜诸妄心 欲不起灭 能够生活之中 活活活活活活的 底下说 诸妄想尽不佳了知 这个知 这个是什么 就是 不佳了知 就我们常讲的 古德讲的 有心用到无心处 无心不许有心知 不佳了知 就是我心清静了 我无念了 不能有这样子的接受 你还是要通通都要消归自信 有这样的心 无心 也是 无心 所以还是一个妄心 我已经知道无心了 这个念也是一个妄心 所以佛法叫我们 离空有两边 空有不住 那才是真正到 忠道至善严满 所以这一讲 住妄想尽 不佳了知 就叫我们 不要 有这个妄想 不要去理会他 不要去理会他 我已经 清心清静了 清静 你要消归自信就好了 不要去理会他 不要去理会他 烦恼 越少了 你也知道 知道了 心越清静就好了 通通都消归自信 你去理会他 就问题就来了 就变成在 坐在两边了 所以不理他 就慢慢 那个相对法 就慢慢 越来越弱 最后到自然就 那个妄想 就慢慢就停下来了 所以 住妄想尽 不佳了知 要不然不去理会他 就好了 一阵子他 就慢慢消归自信了 恢复清静了 所以这一讲 住妄想尽 不佳了知 那是我们的 回续心的 牵流了 出了不住了 不是真正的清静 这是把粗的 烦恼不住了 我以细的 还在服了 所以底下说 无了知 不变真实 那就是 当我们 也就是说 当我们去 理会他的时候 慢慢 不去理会他的时候 慢慢进去 这个时候 你不能说 我已经妄念停停了 我没有妄念了 那就是 我感觉到自己 还有一个 一个没有妄念 那个还是一个妄念 还没有真正消归自信 他只有这个 所以大圣婆 就叫我们 叫子观 包括讲了 这个子观的方法 还没有 真正全部消归自信的时候 这个方法 这个都是 以患子患 这个都是属于妄念 所以我们到最后呢 知道这个 不要去 随顺他 我们导师告诉我们 只问根源 不问收获 慢慢 我们妄就停下来了 他就交费自信了 妄止住了 那真自然就选出来了 这个因缘继位的时候呢 有一间我们就相应到了 原来 金上所讲的六层说法 你看 初处就看到了 到市场上的时候 挂着那个 挂着那个 挂着那个鸡啊 烤鸡烤鸡 对不对 我们就看到了六层说法 我们不用功的时候就像这种了 我们就 处处我们就提醒 让我们 这个觉悟啊 觉知信啊 能够不断的提升 到最后 念念都是觉啦 念念 觉要不明 正好不觉 静好不染 因为说体都是真如嘛 天教讲 吾怨六路十号 入十八戒 都是十相 要把这些真如嘛 这个 以前洞山禅师啊 他建造水的时候 我们讲说 这个 六层说法 建造水的时候 大车大车 他做了一手支 我军独自王 这个王就是 脚跟踏地啦 能够处处 能够一接触就明白 一明白就有 它自然的作用 所以 独自王 跟百战禅师所讲的 灵光毒药啊 很类似啊 都独自王 他不多在 这个好坏两边啊 只自善严满的 称性的好用 我今不度啊 即将处处得逢起啊 念念都是看到 都是我们自心的作用 六层大师说 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 原来 这个不是我 这个法体的作用 这才是我 这个时候是肉身 以及现在我们执着 这个身是 念念都是这个 真子自我 现在我们 解悟的时候 那个原来 那个法性 法体那 清清楚的那个真心 那个节制性才是我 所以 处处看到我们 这念真心的体用 火君不自欺 就是这个真子 这个真子 才是一个幻化的 像泡沫 像泡沫一样 起君正自我啦 底下起君之后 就是跟成 这个时候的 我们讲说这个 宇宙万法 内根深外之间的万法 整体 原来这一念心 显现出来的整体 包括所有的现象 都是 都是我们真如本性 你像那个 我们看到以前那个 桃花比丘尼 对不对 他悟的时候 他做一首句子 终日寻春不见春 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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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來忽年梅花秀 春在枝頭以石斌 那明星見信了 你看也有公案啊 像一個禪師看到賣豬肉的對不對 叫他切一塊上筋肉對不對 他在賣豬肉就是用刀子把肉剁一下 哪一塊不是上肉 他就大車大霧了 元祭祖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因為看到人家切豬肉的時候會開霧 那有人像那個歌 我們講說那個柔子侯上對不對 他在那個歌樓下聽到歌女在唱 他因為他鞋帶斷掉了 走在那個巷子裡面 那歌樓下突然斷掉了 蹲下來綁鞋帶對不對 聽到那個歌女突然唱了一句字 你既無心我便修 當下就大車大霧了 那開五月的因緣各個不同對不對 那有傳師也是叼到水裡大車大霧的 都是六成說法 因為為什麼六成說法 六成也是真主啊 六成通通都是真主啦 他說十項法啦 所以我們講說有 那在任邪經裡面有講兩個 一個是霸佛說法 一個是霸佛說法 霸佛說法 霸佛說法就是像這樣子 霸佛說法 霸佛的話就是像我們講的 四地使到陰緣啊 右度萬恨啊 那這些就是化佛說法 霸佛說法就是我們真主說法 真主說法就是我們陰緣幾足的時候就遇到了 所以直接講 一無了之不愛不變真實 你不要去分別祂 要分辨祂 那慢慢因緣濟足的時候 就陣入這個境界 所以底下說 彼諸眾生 文士法門 信解受持 不生敬畏 自責名為隨順結信 佛陀告訴我們 我們末世眾生 行菩薩道 文這樣的法門 就是信替法門 能夠信解 一定要是能夠誤盡言解 信解就是誤盡言解 了解空信 了解一些法 不生 生就是不生 從這文字上理解 我們還要用功觀照 能夠契入這個境界 作詞不生敬畏 念念 能夠跟空信相應 又知道 五運本空六成非有了 能夠真正的身心脫落了 前面所講的 那就是頓入頓修了 否則我們還需要了解 以這個刺激的方式 誤本心之後的誤後取修 那就是我們要了解 我們的洗心動念 把我們無時以來的習氣 相對能鎖的習氣 把它轉過來 這就正言言經所講的 離可遁入趁物並消 是非遁足因刺激進 所以建築一定是要了解 自己的起心動念 保留我們自信本有東西 捨掉我們自信本來沒有的東西 最後不知不覺 我們就 自然就棄入了 我們就 那就是如同禪師 講的 誤的時候講 查破且學 無逆處 無處逆 得來全不被公布 回到本來 所以講 受職不生 精畏 也就是 我們自己實時要看到 我們這一念 自己心念的起心動念 懂得觀照 這樣子 這樣用功 這樣子 適則名為隨順決信 這前面講了 這有兩種 一個是真正的隨順 真正的隨順決信 一個是真正正物的隨順 一個是我們凡夫的隨順 我們再看底下 這個 善者 如等當之 如是眾生已曾供養百千萬玉橫河沙 諸佛極大菩薩 直眾得本 這也不是一生一世的因緣啊 而度中善根的 是多生多絕的 不斷的努力 他已經修六度暗恨 在過程之中 他是只問根源 不問收貨 這諸佛如來的成就 都是這樣子啦 所以古德講說 沒有天生的世家 有沒有天生的密落 他們都是累生 這樣子修情而成就的 所以這講 能夠悟盡言絕 隨順決信 都是已經曾經供養百千萬玉喔 哇 百千萬玉 那數量那麼大 像橫河沙 諸佛極大菩薩 這供養啊 這供養有三種供養 我們也要簡單的說明一下 也就是 利供養 例如是利供養 就是我們講的四字供養 四字供養就是衣服飲食 衣藥 臥具 就是四種 四字供養 第二種就是禁供養 禁供養 以恭敬心 供養 恭敬淡嘆啦 禮拜啦 或是香花水果供養 就是禁供養 第三個就是行供養 就是要什麼 行供養就是 這樣供養裡面是 它最殊勝的 就是我們做佛弟子 能夠依教奉行 能夠開示誤入佛子之見 也就是能夠依靶毫行 這個就有講的三種供養 所以說這個供養裡面的 就是行供養 它是最殊勝的 底下說直重得本 也就是善根深厚的 也就是指我們六度萬恨 為佛果的這個菩提之本 也就是我們六度萬恨 成就佛果的菩提之本 就是直重得本 也就是六度萬恨 它已經是多生多絕的修行 所以底下說佛說 智人名為成就一切種智 這個種智我們知道 這有三種種智 一個是什麼 一切智 一切智就是知道一切法是空的 那就是指奧聖所證的 敏事存理 知道一切法的總相當體是空 那就敏事存理 存理 奧聖人所證的一切智 那道種智就是菩薩所證的 他不僅知道一切法空 也知道一切事項的差別相 所以菩薩能夠普通一切眾生 他知道一切法的差別事項 他能夠以無量法門來立眾生 像別叫無量法門 無量之地 那就是 這個道種智 跟眾生接觸了 把空貨 奧聖人是主要來空 他是敏事存理 他不能祭禮祭祀 達到菩薩的時候 他能夠修無量法門 能夠選這個道種智的智慧 第三個就是一切種智 也就是佛的最圓滿的一切智慧 這指佛的三明六通 十利十八共法智慧 這一切能夠通達一切事項的總相 和差別相 他能夠圓滿通達無礙 所以一切種智就是指諸佛獨來智慧 這就是清靜慧菩薩 所說的這個問的禪文 我們就說明到這裡 底下就是把這個禪文 再重頌一遍 提綱、切禮的說明一遍 我們再看這個祭禪 五十六月最後一行 好持至尊,一重先指義 好說祭元 清靜慧當之圓滿菩提性 無起欲無正 無菩薩眾生 結與未結實 見次有差別 眾生未結愛 菩薩未離結 入地永即滅 不住一切相 大結西圓滿 名為騙隨順 末世諸眾生 心不生希望 佛說如是人 現世祭菩薩 供養恆沙佛 功德與圓滿 雖有多方便 皆明隨順志 所以清靜慧菩薩 圓滿菩提性 無起欲無正 無菩薩眾生 其實這個就是清靜慧菩薩 佛回答清靜慧菩薩的第一個問題嘛 從先把王圓滿潔性 對不對 這個圓滿 這個 把王菩提性 它是無起無正 無菩提眾真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本祭的這一種念自信 所以我們常講說佛佛道統 都是我們朋友的 跟諸佛祖來是 都是一樣本祭的 那個真如本性 所以我們佛佛道統 其實我們眾生一樣 跟本性都是 跟諸佛祖來本性是同 道統都是一樣 都是同一個 是法平等 金剛訓言 是法平等又高 叫四明 阿東奧三秒三菩提 因為佛圓滿 你看我們看到佛像 每尊佛像都 畫佛像 每尊佛像 畫都是一樣 心也滿 我們眾生 心不一樣 所以畫了 眾生每一個相貌都不一樣 你看我們慢慢去體會 每個人每個人這個煩惱 如果說這個人煩惱比較重的 他就 每天生活就 那個 看起來就好像 煩惱重重 心事重重 對 內心沒事的時候 就心開 心開朗 很開朗 其實佛心都一樣 是我們染著不同一樣 你看我們就知道了 佛像 所畫的 每一個都是一樣 所以十方諸佛 既有三勢相 八十種隨情好 各個相貌都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的是 每一個 每尊佛佛像 他拿著這個法器 啊 標法 這個法印上的不同 像 都是一樣 啊 因為心都是圓滿的 圓滿像 啊 那我們現在每個人的相貌都不一樣 啊 因為心都不一樣 啊 所以 嗯 像自然 相貌就是 自然就不一樣 其實我們 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本來自信都是一樣的 因為是因為我們的染污不同 障礙的程度不同 啊 也就是我們簡單講 我們每一個人 見之 傲貨 執著的 我保 奧子 啊 我們貪生 吃慢餘的 種種 各個不一樣 啊 所以選出來的相 也一樣 不同 道理就在這裡 從體上來講 全部一樣 從相上來講 是他造作的現象不一樣 所以說每一個人 每一個相貌都不一樣 很清楚啦 所以說 任何現象都是從我們心 好好顯現出來的 啊 為什麼我們 講著 這圓滿菩提信 這一講 圓滿菩提信是 無起 亦無責 亦無正 因為我們本來是聚足啦 他為什麼不能選呢 就是我們 看不破 放不下啦 啊 我們的本地風光 各個都是 無起無正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明的時候啊 就是佛陀要我們 學習佛法的目的就是要我們 側悟人生宇宙的事實真相 我們稱為要了解我們的實相 其實就是側悟人生宇宙的事實真相 我們才能真正的找回我們每一個人的本地風光啦 知道是空性 知道是空性 整個宇宙人生是這樣就是我們這件結性變現出來的啦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更生世界 因為宇宙萬法 之法界就是我們這件心性 在我們一心裡面 其實沒有所謂的眾生跟菩薩 沒有 一講很清楚啊 也沒煩也沒勝 也沒好也沒有壞 沒有一切的這個物質 種種的差別像 現在的科學家講得清楚啊 世界沒有物質啊 是怎麼? 波動 波動浩宇 其實不是叫我們 不是要我們去否定現在的現象 只是我們 叫我們知道現象是希望的 不要在迷在境界上好也 因為 那都是我們境界 都是我們心變現出來的 像 幻像 好也 所以這法界當體就是空 所以我們墨學長講說 當我們 把外面境界入心的時候 已經入孕的時候啊 孕就是隱藏嘛 入孕的時候所現出來的就是一個 我們心的圓隱像 隱像好也 它境界是空極的 就是我們這念心 所以我們就知道了 原來整個心 都是我們這念心變現出來的 幻像好也 它當底即空 我們就知道了 經上所講的一切法不可得的道理 原來就是 就是叫你 徹底能夠 了解事實真相 放下 萬言 好也 以後我們這個 神經界 對外面境界不太執著了 懂得放下了 我們的菩提性 它自然就顯發了 所以這講 圓滿菩提性 無起欲無正 無菩薩眾生 因為它本來就是 空而靈 靈空的這個 結之性 好也 現象 只是一個 幻影好也 常常做足自觀 我們知道境界是 我們心變現出來 自然就放下來了 常常 熏 熏久了 自然就放下來了 那我們沒有經過這樣熏 以後 我們八字田中的那個 所 所那個結 結物那個 了解事實上的那個 還不夠 對不對 煩惱的重 那我們以後 又被那個煩惱境界轉 如果我們 真正的體悟到這個道理 常常回歸自信 都是我知道 我們自信變現出來的 哪有 哪有一件事是真的 只不過是 援起的 幻影 好也 不是 真的是有的 我們再看這個 紀宋的第二行 絕與未絕時 見次有差別 眾生有絕愛 菩薩為離絕 入地永即滅 不住一切相 大絕西圓滿 名為遍水順 這是佛陀回答 清靜慨菩薩 第二個問題 就是我們講的 第五 第五月的第五行 一切眾生 集諸菩薩 如來世尊所正所得 雲和雲和雲和差別 也就是 悟靜元節之後 一元節 然後修 有什麼次第的差別 所以這一講 結與未結時 次第有差別 就是悟了靜節性 靜元節 但是 但是 但還沒有真正的正悟 到 得到究競節的時候 也就是 悟了元節性 從凡夫隨順啟修 這是見次的差別 底下說 眾生未結愛 就是 因為我們凡夫隨順的時候 凡夫隨順元節的時候 那 凡夫煩惱 他是用很重 所以就用比較粗猛的對峙法 我們看開始的時候 就是像 大食鴨草一樣 女生死滅一滅子生 把心的妄想 把它扶住毫語 所以眾生未結愛 只是一個扶住毫語 所以 到扶住的時候 還沒有達到 到扶住扶好不扶的時候 你看 有心 就是剛剛講的 福德講說 心親近了 不能還有所有親近相 就是 剛剛講的 福德所講 有心用到無心處 無心不喜有心之 眾生心裡面 還有這個 無助 還有這個 助無助空 還有這個助無相 還有這個助空觀 我們講 根本至觀空 厚德至觀俗 但是 他是還有這個節觀 他不是對字 他是用個節觀 能夠在世中見到裏 但是 我們 根層接觸的時候 主持善音接觸 他知道 境界是我們自己的一心 在世中能夠見到裏 但是 還不能達到 顏容 顏容的 還不能達到 所以他還有職中 還有這個節觀在裏面 這個時候 所以講了 菩薩未 離節性 所以說底下 就說明住了 入地菩薩 入地永極滅 對 不助一切相 到入地菩薩的時候 他真正到了錯誤本性 是就是理 理就是自 是理無礙 他不必再存的有這個節觀 念念都跟空訓相應 所以 他當下的正入了 真心之界都是幻化的 當下都是空訓 正入空訓的 境界 我們從到這個時候 到正入空訓的時候 就是達到念念 都不退 念念不退 所以我們從來念不退 他念念其實都是跟空訓相應 是就是理 理就是是 他念念都在空訓裡面 已經正入了 這個境界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成為 他能夠得到大絕頭 大自在 那就是 入地永極滅 不助一切相 能夠隨順 我們無助真心的妙用 所以他 不助一切相 底下說 大絕西原滿 名為便隨順 大絕西原滿 就是 通通化為 什麼 真理來 通通化為 通通 效規自信 他做了 什麼都對 所以我們常講說 還沒有見信的時候 你說這個也錯 你說那個也錯 為什麼 你直 長也錯 因為你直著在長 你說斷也錯 你又直著在斷 說這個也錯 說那個也錯 另外眾生直著嘛 說在兩邊嘛 那你見信的時候啊 你說這個也對 說那個也對 為什麼 他說是一件事情嘛 因為見信的人 你看 水就是坡 坡就是水嘛 你說坡 那我們還沒有見信的時候 坡就是坡 水就是水 對不對 所以說 在正如真心的時候 坡就是水 水就是坡 一件事情 因為他離有相對能鎖的嘛 所以說 你看我們講的 這個 那個 那個 那禪宗的公案 對不對 有沒有看了 看了這個 像 對不對 是惡像 單俠 什麼 男前斬貓 單俠批駁 對不對 那個都是真理啊 我們從我們版本 出來看 哇 那個不得了啊 你做了就下地獄了 那從開悟堅信的時候 那個都是真理啊 為什麼 都是一件事情嘛 他沒有相對能鎖 都是絕代一心啊 他超越了 善惡相對待的 啊 男前斬貓 然後 單俠批駁 他是超越我們 世間相對待的 啊 那我們 世間 迷了真理啦 所以說 我們還是活在 活在相對待法裡面 啊 上到 相對待法的境界裡面 這是我們講的 世俗 活在世俗的習慣 分別裡面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初世 一到世間來的時候 念念巡奇 念念巡奇 在我們世間法 對不對 在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地方 風俗習慣 又巡奇在不同 風俗習慣 我們看到那個 那個 那個大陸巡奇啊 哇 中國有那麼多的 在族上千個 每一個地方的 這個族群的那個 都不生活的習慣 都不一樣 有時候看到那個 那個有沒有 那井 套那個 套那個 把井拉長長說 這個是很美 有沒有 每一個每一個地方 風俗習慣都不一樣 我們台灣就好了 那麼小的地方 南部的觀念 跟北部的觀念 又不一樣 你要選舉就好了 選舉 你看每一次選舉的時候 你就看得出來 觀念不一樣 在環境裡面 做到這個巡奇 巡奇 久了久了久了 他自然就變成這樣 習慣就成自然了 我們自信裡面 沒有這些 那因為他不受染的嘛 他一接觸就明白 所以說 一聽到 這個人是講什麼 你看 為什麼講 正人所寫法 寫法必正 因為那是 入了聶爬廟間 正把眼上開拳出來 他一聽就知道了 那是我們本祭的 每一個人本祭的 不是佛菩薩的專律 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 本有的東西啊 只要我們把這個相對法放下來了 你一樣啊 清清楚 因為你一聽了之後 他做了什麼法你就知道 因為他自信裡面沒有義法嘛 他執著的時候他一定會 每一個人執著的時候他一定會 講到他那個地方 這就表示他執著啦 講 在執著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達到圓滿了 當人真正放下來之後 我們都會 看到哪一個法 我們都是會 因為都是會 和掌令歡喜 六祖大師講說 如果說我們不同門 不同的見的時候 我們和掌令歡喜 因為禁替法門有 禁替法門的用功方式 淨土法門有 淨土法門的用功方式 每一個法門 各有每一個法門的用功方式 各有每一個法門的用功方式 不一樣 對不對 我們都是和掌令歡喜 只要能跟佛法的三把印 跟大聖的一時相應相應的 門門都好 你看奧述的言通裡面 門門都可以見信的 這道理 但是只要不離自信 說法不離自信 所以真正的心替法門就是 六祖大師告訴我們 說法不離自信 你離了自信說法就是謀說 為什麼謀說 折磨自己啦 折磨自己啦 本來是那麼單純的 你就到處去攀岩 到處去找法 對不對 折磨自己啦 這變成謀說啦 謀說就是折磨自己啦 一切萬法不離自信 到底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社會上的標準 每一個善惡標準都不一樣 就隨時 時代環境的變化 對 所謂風俗的變化 種種這樣子 所以開拳給我們的觀念 也是在不斷變化 所以說 我們分別 我法奧子就在我們 今世後天所 這樣染 要執著的 好 那我們把這我法奧子通通放下來的時候 這念心就是 大道啦 好 它作用 這一切法都是佛法啦 所以佛法是超越 相對待的善惡之法 好 那我們離開了這相對待的境界的時候 我們自然這念心的作用 是絕代的 它跟神接觸是最圓滿的 所解報境界 就是這裡所講的 大絕膝圓滿 名為什麼 騙隨順 你說外道 也有啊 我們講外道 外道 當你很執著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破它 很難 那就隨順嘛 你就跟它同志 但是你不會被它染啊 因為你已經了解啦 你慢慢慢慢慢慢開引它 開導它 對不對 每個人 眾生根據都不一樣 不會在那執著啦 所以名為騙隨順 那道出哪裡 這就是我們講說 道出哪裡 就是一切通達 一切明瞭 但是一切心都不染 道出哪裡就是 普騙隨順言結啦 那就是我們什麼 信德的流落啦 因為他一接觸就知道啦 明明這個 他就 你這怎麼跟他講 他都 他都講不通的 好 你就隨順他 對不對 但慢慢慢慢 他聽到懂了 慢慢你就能夠引導他 到我們心靶來 那個才是金剛軍所講的 到了這個 名為騙隨順的時候 就是金剛軍所講的 到了一切清心清靜啦 一切法都是佛法啦 底下說 末世諸眾生心不爭希望 佛陀如釋人現世即菩薩 這一段呢 就是佛陀回答清清為菩薩 第三個問題 令末世諸眾生 文史聖教 隨順開悟 見次能入 要怎麼樣能夠見次能入呢 所以這講 末世諸眾生 心不爭希望 我們把謊當真的 把真成為謊 然後就主大師說 自心不理假 無真何處真 哪裡是真 我們講說 我們看到了這個 身心世界萬法 五一六成 其實這些都不是真的 如果我們心離了 我們根深世界萬法啦 真的一心了 一心就是實相了 了解 宇宙萬法的 為世一心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 說佛世界 原來是 跟其樂世界 說佛世界也是旺的 這十法界 沒有一個不是旺的 真的 只有是我們這一念 心性變現出來的 像當然是旺 它變異啊 只有那一念 我們講 我們節之性 我們的長極光 這是我們這一念心性 靶界就是我們這一念 節性大海奧義 當我們迷了之後 節性大海奧義 節性大於就變成了十靶界啦 所以我們講到心無心的時候 是從性上來講的 性還沒有變心的時候 那個性就是我們講的長極光 顯現出來的像 顯現出來的像 就是我們一心是一心 我們講說 法界一心所看來就是真如 體也是真如 像 是真如幻仙的幻象 所以當我們一心迷的時候 這念心 因為有靜 靜就 這念心就變成靜界啦 真如幻象 就是我們這一念 心性變現出來的 所以這一念 心 這個性 文稱為大海 大極遠 我們叫做長極光土 一針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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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念心動了 有了這個十法界 就性變成了心 它會顯現出來這個十法界的現象 所以我們從元教初度 一直到這個整節為了這個佛法界 到整節為了才成為就近佛位了 所以當我們離開了佛法界的時候 你看 你看 到就近才子 你看 我們講說 還有住在佛的時候 還沒有達到一針靶界 真正到了 無修無正的 一念心靜的 無然 還是真正的就近的 妙結位 這個不容易 所以我們從這個別教來講 十地菩薩 等節 妙結 等節還是一樣佛法界 那元教的到妙結才是真正 住了一針靶界 住了長極光土 所以我們了解這個靶界 其實就是我們說 節性大海 變現出來的 那 其實 我們這個心 不爭希望 望 稀就是不實 所以講說 無實也稀 沒有實在 那 反爭也望 如果我們了解了五運本宮 六成非有 法界維持一心的時候 自然身心脫落 佛說 如是人 現世紀菩薩 清經 這是清經會菩薩 所提的這個問題 隨順元節修行的方法 心不爭希望 就是佛說如是人 究竟是菩薩 這人是說 供養恒沙佛 功德與圓滿 雖有多方便 名為隨順志 這是說 末世眾生 就是 剛才講的 現世紀菩薩 這個修行人 已經是供養了 恒沙 諸佛的功德了 已經圓滿了 雖然有多方便 雖有多方便 皆民隨順志 也就是說 這樣的眾生 你看他有 教化眾生的多方便 對於講 貪稱之 戒定慧 平等無好 你看 無名 真如 不好敬見 所以 這樣有多方便 像那個六祖大師 對 人家那個 張群昌 他不是對這個 這生命法 不了解嗎 對不對 他就倒過來 他說那個 佛訓是常 對 眾生訓是無常 他說 他反過來說 眾訓是常 佛訓是無常 讓那個 張群昌一頭 一頭霧水 你看 所以說我們講 見信者 因為為了要破他的執著 他用各種方式 他講的都是對 所以能夠讓他 能夠把那個 維繫的執著 能夠頓足 這個就是多方便 為了是幫助眾生 我們講 前巧方便的 這個 相用奧義 這是從我們 言結心中 自然顯發的 智慧 他的德能 他的用 雖然有多方便 明 隨順 智 都是從我們這一念 無助真心 他跟曾接觸的 自然的智慧 剝露智慧 顯發的 他都能夠隨順無上的 剝露妙智 你看 這個人 那麼好 看起來這個人 怎麼會那麼兇 其中 其實都是 這一講的 隨順智慧 也就是隨順妙智 就如同我們常比一樣 觀世音菩薩 對不對 他顯示大慈大悲 他也同時可以顯示 悩露天罡 叫面大慈 一樣都是隨順智 大悲座裡面有八十智慧菩薩 通通都是觀世音菩薩所示現的 那個都是他的方便智 我們的智慧就有這個功能 所以這一講 所有多方便 皆明隨順智 所以當我們取心動念的時候 我們要看 我要注意 如果我們取心動念 想到的都是自己的好處的時候 那就是我們人間法 想到這幫助眾生的時候 那就是 想到自己的時候 那就是我們人間法 人間翻譜才會這樣子 那如果我們取心動念 想到這幫助眾生的時候 那就從果上下手啦 那就從果上下手啦 因為菩薩 念念就是為眾生了 忘掉自己 所以我們常常講到 以無相之相 我們不離自信 這個也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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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一心 來緣起所變現出來的幻相 所以 以無相之相 本人是無相之體是空的 顯身做個像 像 像 你就知道 它是自信所變現出來的 那我們念 我們有念 以無念之念 親近心 這個念 它作用就是念嘛 真如 真如心起作用 念念不離眾生 這是幫助眾生啦 那就是大聖菩薩的 這三居境界 所善法界 所利益界 勞益有情界 就是大聖佛法的三居境界 好 好 我們今天 現在就把這個 第六位菩薩 好 清見位菩薩 我們就說明到這裡 你看這個 這個玫瑰 每一個菩薩 它就順著 現在我們說明第七位的 魏徒自在菩薩 它還是以 我們這個 緣系 緣系 緣系下來 我們看 五十八頁 經文五十八頁 於是 魏徒自在菩薩 在大聖中 既從做起 敬禮佛族 又老三沙 常貴插手 白佛園 大悲世尊 廣為我等分別如是 隨順結信 令諸菩薩 結心光明 成佛原因 不應修習熬得 善利 世尊 譬如大臣外有四門 隨方來來者 非止一路 一切菩薩莊 莊援佛國及成菩提 被欲方便 為厭世尊 廣為我等先說 一切方便見次 並修行人 總有幾種 令此 慧菩薩 極末是眾生 求大聖者 速得開悟 由悉如來 大吉月海 做事與五體脫地 如是三寢 終而復食 第七位就是 威德自在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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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第六章 親近會菩薩 所提的這個問題 所延續的 威德自在菩薩 它是指 外獻三千威夷 八萬世行 內聚恆沙妙德 它表我們修行者的規範 依什麼樣修行 做事 依威德自在菩薩 它有這樣的威德 而且內心能夠得到大自在 不需要時時在那邊結觀 它本來就是正入本心 它能夠跟本心相應 它已經能夠依戒熬德定 那離開了 我們講說已經到了 會公絕到公絕了 它不是定公絕而已 到了會公絕到公絕 就沒有障礙了 定公絕還有障礙 還沒有達到圓滿 所以威德自在菩薩 從三千威夷八萬世行 即恆沙妙頭中 能夠走到大自在 所以也是表修行的規範 所以威德自在菩薩 也有人說它是 三十三觀音菩薩的 威德觀音 那就是觀世音菩薩 有三十二種的身相 像龍頭觀音 騎在這個龍頭上 還有提蘭觀音 蓮花觀音白於大四 像觀世音菩薩 獻了那麼多的像 所以這個威德自在菩薩 有註解它是說 指三十三觀音裡面的 威德觀音 它的像 手裡拿著這個蓮花 坐在這個岩石上 它在大眾中 聚同作曲 鼎以佛足誘老三叻 常貴白佛岩 這是前面都講過的 就是我們地址 佛地址勤法的儀式 大悲世尊 廣為我等分別如是 隨順節訓 在前面 也就是佛陀為清經會菩薩 回答了第二個問題 一切眾生及諸菩薩 如來世尊所證 所得圓有差別 也就是指前面的 四種的 凡夫隨順 結信 會入地菩薩隨順結信 入地菩薩隨順結信 如來隨順結信 這四種境界 以及它 能修行的這個法要 能夠令諸菩薩 潔心光明 成薄援陰 不應修行 熬得善利 也就是 能夠令與會大眾 以及我們末世眾生 聽經 聽聞本經 能夠成薄援陰 不應修行得善利 這個善利 善利是指正菩提自信 善利 所得到的殊勝的法義 他不會去走錯路 走淹網路 就如同我們想要到墓地 想要到 從北部想要到 南部高雄 沒有人跟我們指定這個方向 我們要 這個 沒有地圖 我們要摸很久 說不定還會走錯路 如果我們有地圖 有人跟我們講這個方向 我們要達到目的就很快了 所以說我們修行也是一樣 能夠了解 修行很清楚 尤其本經跟我們講的 悟了本心之後 悟進悟後起修 如果我們有正確的見諜 有正確的了解 我們才不會走錯路 走淹網路 所以這一講 陳博言音 就是指 博以一音說法 眾生隨類各得其解 那怎麼說是 博一音說法 眾生隨類各得其解呢 就如同我們在天台裡面的 這個 釋教儀裡面 釋教儀裡面 釋教儀裡面的 畫儀釋教裡面 有畫法釋教 畫儀釋教 畫儀釋教裡面有頓見 有的是秘密教 有是頓教 有是見教 有是秘密教 有是不定教 像秘密教的時候 那個就是彼此不知秘密 所正的境界 都屬於秘密 大家都沒有講 互相知道 那彼此知道了 所正的境界 是怎麼樣 那個就是什麼講 所正的境界是怎麼樣 那是不定教 所以你看 有時候我們 以自成心 到哪個地方 親近文法對不對 有時候 我們看到 有時候聽的時候 會很相運 為什麼 這是伯利的加持 伯利的加持 伯利的加持 炎祭族的時候 伯利的加持 那我們 經文法治安講 我們尤其在說法 一定是有伯利的加持 目前也有感受 那有一次我們 在第一位 第一屆的那個 禪修班 有一個是林基士 他跟我講下課的時候 跟我講 你講這個恰好 那時候我也是 我講的也是 突然間講的 突然間 那是伯利的加持 無形中伯利的加持 我也不知道會講這個 他下課的時候就跟我講 那很受用 這個就是伯利的加持 所以在道場裡面 有伯利的加持 我們不要說 天氣那麼冷了 還在那邊 不斷燻 不斷燻 在八四天中 不要說都一樣啊 不一樣啊 確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道場 大道場都有伯利的加持 就是我們 尤其我們 有時候在想法的時候 會感受得到 都有這個 所以講說 陳佛 嚴陰 每人聽了 這個 之後伯利的加持 能夠得到法義啦 比如說 不應修行奧德善利 在無求 在求無上菩提的 這個 這個修行道路上 能夠 非常清楚的 非常明白的 走到善地 就是 譬如大臣 譬如大臣 外有四門 隨方來者 非止一路 一切菩薩莊 莊元佛國 其成菩提 非一方便 為了自在菩薩 以利說明 他說 佛陀啊 就好像大臣 這個 古代的大臣 都有四門嘛 我們看那個 古代的那個 臣門 都有四門 有東 南 西北 外有四門 隨方來者 非止一路 就是從這個四門 都可以進入這個大臣 就如同我們學習佛法 以這個方法 以這個方法 都可以入保守 只要這個方法正確 不是心外求法 瞭解修行的這個 國法的目的 找回我們 就是找回我們 自己的本地風光 所修 我們學習的就是折 而不是外面想要得到 從外面想要得到了 就是我們人 總是有這樣子的觀念 告訴我們捨 反腦本來是沒有了 叫我們放下來 以伯所做的一切金教 把我們無時以來的這個染息啊 把我們這個 國法二職啊 通通把它什麼 除乾淨 我們佛法 就在我們心中祭足啦 那就是我們講 一切佛法就是 除我們的夠 除夠的方法 我們稱為 八萬四間種法門 這比喻的把門很多啦 那麼多的把門方法 擁設不外是四種 有四種 所以這邊比喻啊 大城外有四門 一個門 每一個門都可以一樣 同樣都可以入這個大城內 這四門是表法的意思啊 這表什麼 表有門 表空門 表非空非有門 或是講 或是講 既空既有 我們用天台宗的來說明一下 天台宗的那個藏通別源對不對 那就是從有門 藏教是從有門而入的 藏教他是用西公關 用邊西的啦 西整範西整範對不對 牛毛層的西整範 吐毛層 在一直一直到這個零西整 這個七整範 這樣分析到最後零西整對不對 所以他是以生命四季來修行的 他知道世間的因果現象對不對 跟苦極 就是我們過去生遭感的種種的業 所以今生才感的這個苦的果報 他用這樣子了解之後 用梨 出梨 出梨 出梨生子 離 不住在世間的這個有為法 在裡面出梨生子 煩惱 所以他要修道才可以 滅掉我們的煩惱 熬入涅盤 這個是從有門熬入的 那怎麼由空門熬入呢 像通教的根性 他知道當體即空 當體就是空局的 一切把延生無自信 他依無生四季 前面是生命四季 藏教是以生命四季 通教是以無生四季 從空門熬入一樣的 那個正入無以涅盤 一切因緣有自信空 無法可得 無法可得 無可一法可得 所以說他是從空門熬入 這個偏真捏盤 那怎麼樣是從 非空非有門熬入呢 這個是比較屬於 天台宗所講的別教的根性 他能夠雙離空有 雙照空有 他不住一有 也不住在空 但是還住在一個 淡宗佛信 雖然兩邊不住 他還存一個宗 像別教的次第三觀 先修空觀 次修假觀 後修中觀 那別教的修行次第的時候 就是在延誤延結以後 你看十柱 十柱是修空觀 十行是修假觀 十回向是修中觀 來修我們的根本煩惱 最後破根本無明 正入中道實相 熬入出地菩薩 這就是跟延課的出渡一樣 能夠正入一心三觀 所以這個是從非空非有門熬入 到最後也是一空入一空欲有 入中道實相 這是屬於元教更性的 他瞭解 是就是禮 禮就是智 是禮元榮 能夠直接入一心三觀 選中道實相 這個就是空有雙運 是禮元榮 也就是既空既有 那是一個元頓的教門 就是一心三觀 觀一進三地 當下既空既有 既空既假既忠 就這樣修行 就是屬於元教修行人的 所以這個四門 這以天台中的話語釋教來說明 外有四門 來者非止一路 我們修行就是看到我們自己 不是只有一個方法 要看我們自己的根性 所以我們講說哪一個法門是最好 哪一祭祀最好 就是最能夠讓我們起觀照 而放下煩惱的 這個是最好的方法 我們有的是執著 執著法律的 執著法 執著這個法 所以說哪一個方法 我們要自己 可以依自己的根性 依什麼方法來修 可以成就菩提這次 告訴我們這個有四門 然後入的介紹 讓我們知道 一切菩薩莊莊 莊嚴佛國 即成菩提 悲意方便 這一切菩薩就是指 我們講以天台中來講 就是以這個六祭佛來說明 也可以說六祭菩薩 有的是禮祭菩薩 明治祭菩薩 觀行祭菩薩 相識祭菩薩 還有 邊正位的菩薩 造成究竟位 所以說究竟菩薩 就是妙節 就是成佛 所以說這一切菩薩 從出發心 修菩薩道 莊嚴佛國 即成菩提 那怎麼樣莊嚴佛國呢 就是悲至雙韻 不會莊嚴 以六祭萬憲來莊嚴 我們又稱為萬德莊嚴 這是跟我們自信相應的 所以說我們修六祭萬憲 是顯發我們自信貶記的 信德而已 因為它都是我們萬德莊嚴 都是我們自信貶記的 我們是我們自信變現這個釋法界 所以我們藉著修德 藉著六祭的 布施職界人物精進禪禪定 藉著修德來選發我們的信德 就是以越修行越親近了 慈悲心越發 越升級了 這倒是心越平等了 那以前我們不能包容 現在越能包容了 心裡面的貪嗔值就越來越少了 記住障礙也越來越沒有了 那就是真正到莊嚴佛土 不是我們世將的莊嚴 那是從世將來講 那心裡 從真實義來講 是新的莊嚴 你看 你莊嚴佛堂莊嚴再漂亮 辛煩惱一大堆 貪嗔症一大堆 那莊嚴怎麼用 只有一個表象而已 不能找到真正自在 那真正的莊嚴要理事嚴容 莊嚴我們心要能夠 跟我們的 跟我們的信德相韻的 因為土啊 我們講莊嚴佛土 佛土就是我們心啊 心、地、法門來講 禪就是從心性上來講的 從向上來講 就是從土上 土上來講就是禁 對 禁土 所以心禁則土禁 心染污了 土就是染污了 所以我們常講說 懶禁不懊 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心隨 禁禁轉了 被心禁禁轉了 所以心禁則土禁 一個是從心性上來講 一個是從衣報的土上來講的 其實都一樣 因為正義要報 本來就是一件事情 不是兩件事情 我們講說 唯是一心嘛 都是一心嘛 像我們在迴向的時候 都迴向伯國 其實所有的伯國 通通都是 都是假設方便的 唯是一心 顧名真如 拜大聖舉行論講 一切法 當體就真如 在 楞元經來講 七大皆主來葬廟真如性 你就常常這樣子 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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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 那 你就自然就 去入了 所以這個始法界 通通都是 真如變現出來的 幻影熬影 不是真的 如果我們誤了一心 那就是 回向到我們自己的心 那怎麼回向自己的心 就是 我們心的越來越慈悲 煩惱越來越少 心越來越能夠包容 啊 越來越沒有障礙 越來越沒有煩惱 心越來越廣大 那就真正的回向 真正的回向 真正的回向 佛國啦 所以我們自信就是佛嘛 所以這一講 一切菩薩莊 雖然佛國其成菩薩 悲易方便 因為 佛國莊園 那 當然就 成就菩提了嘛 那到我們心莊園 道也就成就了嘛 他舉下說 唯厭世尊 廣衛我等先說 一切方便見識 並修行人 有幾種 心人有幾種 那清靜慧菩薩啦 問佛頭 一切眾生 及諸菩薩 如來世尊 所正所得 有的差別 那 佛這為清靜慧菩薩 開示這個四種的差別嘛 對不對 就剛剛講的 凡夫隨順啊 為入地菩薩隨順啊 入地菩薩隨順 跟這個如來隨順 對不對 有這四種的差別 在隨順之中呢 還有沒有問到這個方法 還沒有問到這個方法 所以 怎麼樣 依這個見識方便 從 凡夫隨順 用什麼方法來修 才能夠 入 未入地菩薩隨順言解 但未入這個 入地菩薩隨順言解 用什麼方法 來見識修行 才能夠 入 才能夠入 入地菩薩隨順言解 這入地菩薩 用什麼方法來修 才能夠 成就這個如來隨順言解 我還沒有說 你看這個 為了自在王菩薩 接著就是 清靜慧菩薩的問題 接著就是問了 他問了太好了 我們修行的這個 菩薩都有這樣 他只是一個視線而已啊 免細啊 替我們眾生問 他說 佛陀啊 你講的這個赤地 這個大綱啊 所以 又 他又請了這個佛陀 廣衛我等先說 一切方便的赤地 並且 修 修前總有幾種 這個修行人 隨著根性 這個根性 在種種方面 這個有幾種的見識呢 你看 為了自在菩薩 他是 契合前面 佛陀回答的清靜慧 比較問題 能夠 令子慧菩薩 極末之眾生 求大聖者速得開悟 能夠 游細如來 大吉面海 作詞 予以無禮 佛陀 如是參選 忠敖父子 希望佛陀 你能夠 為與 與會的菩薩 其末世眾生 能夠求大聖者 希望他們能夠 速速的能夠 正入清淨 潔信 能夠 從體啟用 能夠 游細 知法界 補度一切眾生 你看 在圍頭自在菩薩 接著是這樣子問 做事 予以無體頭地 如是參請 眾奧父子 我們再看底下 這個 五十九月的 第五行 好十四尊 這邊 好十四尊 告 威頭自在菩薩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 如等乃能 為諸菩薩 其末至眾生 問於如來 如是方便 如經地聽 當謂如說 時 威頭自在菩薩奉 教歡喜 提諸大眾 莫然而聽 這個時候 威頭自在菩薩 提出這個問題以後 佛告訴 威頭自在菩薩 讚讚讚讚讚 你問得實在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也就是前面所講的 四種的 隨聖結信的 那個 悟後啟修的方法 悟盡言結 日後 用什麼方法來啟修 這是 配偶的 你看 天意無縫 對不對 配偶的 很好 你現在說 如等乃能 為諸菩薩 其末至眾生 問於如來 如是方便 這個如是 這比喻 真如 如啦 也就是我們的 敬言結妙性 是就是從我們 言結妙性 起用 也就是依我們 無助真心的作用 就是 是 也就是 最極圓滿的 大道 最極圓滿的真理 也就是 我們結代 就是我們結代 就是 是 所以 就是如是體 是 就是 像跟用 你看 在 大聖起信裡講說 體大 像大 用大 所以問於如來 如是方便 也就是 問於 隨順言結的體用 也就是 問 如何修行 能夠 隨順言結的體向 用來修行 所以 如果我們 不悟 敬言結 我們修行都是 心外求疤啦 雖然我們 在佛門 但是 服務本性都是 心外求疤 我們講 佛門外道 佛門外道 因為我們 我們不知道我們 心性體是怎麼一回事 它的 像又是怎麼會一回事 它的 用又是怎麼會一回事 我們 以為我們 根深器械是 只有的 有我有這境界 我們就 會想啊 我要用什麼方法 才能夠得到解脫呢 才能夠得到 涅槃呢 我們都會有這樣子 剛開始都會這樣子 外道 也是這樣修的 想起 目前以前 也是這樣的觀念 對不對 所以敬功 然後保持的方便法 念無量壽君 三千遍 很用功 也很好 就是 讓我們 在世間的這個 執著 執著 世間的五一流程 慢慢慢慢回歸到 基本上 那一個也是一個方便 先以一勾籤 後令入佛制 所以這個就是 種種方便 這個都是教化中針的方便 所以佛教我們 了解自己 我們自己的本地風光是什麼 我們自己的自信是什麼 我們自信就是 我們講的 我們常熱我靜 本來是解脫的自在 真常真我真肉真靜 我們如果說 知道啦 這些都是空花血液 不執著啦 能夠懂得放下來啦 能夠隨順它啦 佛就是證著這樣的 親近本性 輔助真心 毫矣 我們覺得很難 當然啦 在我們世間上 所有的習氣來講很難 那我們說說容易 也是容易 因為我們真心本事記足 所以說 我們講 霧者插拉結 霧者 原來是這樣 很遠 迷著的時候就不斷的往外找 找心 找法 所以說迷著千百絕 悟者常常見 原來就是我們真念心就是這樣 自心自佛 自心做佛 慢慢在生活之際觀照 所以問了這如來的方便 所以當我們誤了這念心的時候 真心的體向用 就是隨著我們真心的體向用 這個這條路來修行 最後我們都可以入元節之門 所以佛讚嘆了 善哉善哉 太好了 如今地聽我未如說 這個時候為了自在王菩薩呢 歡喜奉 奉叫歡喜 以及諸大眾 以諸大眾默然熬聽 接著佛德就開始了 無上妙法 我們先看了幾下 那什麼 無上妙 無上妙節 遍諸十方 出身如來 以一切法同體平等 遺諸修行十無有傲 方便隨順 其實無量 顏色所歸 尋性差別 常有三種 也就是在六十月的第二行 第二行 三人指責這樣 無上妙節 遍諸十方 出身如來 以一切法同體平等 一諸修行十無有傲 方便隨順 其實無量 顏色所歸 尋性差別 當有三種 佛告訴大衛 威德自在菩薩 修行 你看 這也是講說 無上妙節 尋諸十方 無上妙節 就是我們這念 每個人這念心性 它是騙諸十方 我們法身 騙七公法卷 我們節之性 我們這念心動 以三系六出 三系就是 本來就是我們性的 它是沒有境界的 從性上來講是沒有境界的 變成心的時候就有境界了 像鏡子啊 鏡子啊 鏡子啊 它照的時候就是沒有境界 這是有圓的境界來了 它就會變成心了 就這樣子 所以鏡子 從鏡子來比喻 所以我們看了 現在當下都是我們這一心境界 十項境界 它顯現出來的 所以我們了解這個道理 這念 只有這念法界 就是我們這念心性變現出來的 所以說 以三系六出 感到這個我們身心之界 因為心變成性了 就是從無明 變成了 能所啦 有相對能所啦 能見向 所見向 就是轉向 所見向就是近見向 變成這樣子 有了六出就是 自向 相去向 直起向 近明自向 其見向 夜去故向 有這個六出向 就生子輪回了 所以我們本來是法界 就是無上的 這妙結 空 零零空的 這妙結的結信大海而已 它因為它無所不知 無所不覺 它既有法身剝露卸脫 就是三德祕藏 我們自信裡面的 三德祕藏 它本來就是什麼 法身德 體大 騙成個法界 剝露德就是向大 卸脫德就是用大 本來就是 我們自信的功能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這些 無上的妙結信 所以這個結信它本來 本來是本有這一切的 諸佛者的一切的三明六通 一切種種的功能 我們 我們 因為把這一些 因為我們無屬無名 不了解 現在我們 學習新地方 我們 了解這個是道理啦 只要我們把這一些 無名其妓 把我們的貪嗔之這個 本來沒有的東西 本來沒有見識貨的東西 也沒有承紮貨 也沒有根本無名貨 全部去掉啦 我們這一念 本記的無助真心 它自然就顯發作用了 所以 當我們把這一些 我寶子破除以後 剩下我們這一念 真心就是 無上妙結 所以我們執著這些東西啊 有時候啊 也也感受到 現在每天都 每天都是這樣 一下子 一天 一下子一天 一個禮拜好像是 因為感覺上就是 好像 昨天開始上課 今天又上了 對不對 很快的又覺得 一年又一年啊 年不一年 幾十年一下子就過了 很快啊 我們所追求的 之前的這些東西 只不過是 一下子 差那一天就過了 很快啊 感受就很 感受就越來越深 所以佛啊 不是佛這樣子 幫我們點請文 怎麼知道用功啊 我們會 無時以來 在六道輪迴 道理就這樣子 難得我們今天 碰到了這個心地法門 對不對 那我們導致給我們 安排這一些 傳宗法門 心地法門 傳宗的這樣子 很清楚 對這個生命的現象 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清楚 當你清楚的時候 你自然就放下了 因為祂是虛幻的嘛 因為祂是虛幻的嘛 所以就這樣子 好以啊 所以我們是不知道 我們不斷地攀岩外面境界啊 把我們的無上的廟節 本來是 本來是 圓圓滿滿的 變成 我們現在的 這個 五運十二十八戒 這個種種的 執著祂作用 悟的時候 五運十二十八戒 通通都是 我們這天心所顯現的 這個像 奧義 不是真的 都是我們這天心的 心的 眼影像奧義 所以這講 無上妙節 即是 騙諸十方 祂是騙諸十方 是我們法身啦 講我們體大 我們這天心性 祂是騙虛空進法界的 他提到說 身出如來 以一切法 同體平等 當我們把我法二十一破的時候 身心脫漏的 一即是一切 一切即是一啊 他是互捨互容的 體都是一樣的 任元經講 地水火風空更是 七大皆如來上 妙真如性 都是我們這念 心性變現出來的 他是互守互容 所以當我們 動一念心 那就入十法界啦 一切眾生的心裡面 那我們把我法二十 破除的時候 我們眾生 所有的眾生 一起念 集中念 也是清清楚楚的 因為我們 因為 同個體性嘛 沒有是第二個 沒有兩個嘛 他是互捨互容 他是互捨互容 也是一樣 一切眾生 信念 一曲一動念 我們都是 都在我們這一念 這個心性裡面 可是我們現在 沒有辦法見到啊 那是 諸佛如來 他是清清楚明白白 尤其是 尤其是 證著 嚴教初處的 法神大事啊 他信心 他能夠 限什麼 一百個 三千大千世界 裡面所有的 眾生 任何一個造作 任何一個起性動念 他都能夠 吸之吸見 對不對 你看 金剛堅講得很清楚啊 他比我們 橫河沙世界 每一個橫河沙的 每一粒 每一粒沙 代表一個三千世界 橫河沙的 橫河沙三千世界 多少啊 沒有辦法數啊 我們是 因為 從我們人法界來講 我們只有 現在科技還好啊 可以看到很多的這個法界 包括我們現在科手看了銀河系 現在這無量無邊啊 哇嚇死人啊 那不是 佛陀來跟我們 起誓 我們不知道啊 我們 怎麼會知道這樣子 那個就是 到了八地菩薩 才能夠 才能夠了解 你看我們就是因為 不知道 不知道這樣子 有了我保奧子 寄生我保奧子 有分別我保奧子啊 就把我們 這一念 這個能 那個 結在一心 變成能有所啦 被他障礙住了 不能顯發 法界的 本來是一心的道理 他說這一念心動 就越迷越深 對立了 變成了奧心 變成了多心 多心 又不能入這法 自然就不能入法界 所以西方世界的人 你看 天眼側見 天老側聽 他心側之 西方世界就有那個功能 所以正入一心的境界 你看到西方就是西方 為什麼叫表西方 就是日若西山嘛 就表圓滿啦 表明自信圓滿啦 所以佛陀告訴我們 無上妙節 騙諸十方 能夠生出如來一切法 能夠生出圓滿的報生相 以及如來最圓滿的上上品的實報莊園圖 所以我們眾生迷了 我們眾生變現了 就是我們六反法界的正義澳報 也就是我們這念心變現出來的 我們這念潔性分體 就是一樣的 遍西空 進法界的 如果我們對這個道理 越來越清楚 不被境界所轉了 我們就能夠從 世中見到 離了 也就是 瞭解 心體空極的 見像是 空極的變現出來的 這東西 我們自然就 不會去執著啦 不僅我們 現在這個說婆世界是真如變現的 哪怕是極樂世界也是真如變現的 包括我們講 時報章圓圖也是我們 自心 正念自心變現出來的 法界是維持一心體 通通都是真如 所以同體 平等無好 維持我們 圖啊 我們講 淨圖也好 廢圖也好 通通都是什麼 靶性圖 它本來就是靶性圖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 就看到這個 無廢的世界 或是清界的世界 它通通都是 稀幻的假象而已 我們會執著它 所以六徒道說 一切無有真 真就是只有 唯是一針靶戒而已 真正的針是一針靶戒 它底下說 一珠修群十五有奧 好 稍後時間 我們先修幾個時間 十五分好了 那一珠修群十五有奧 我們 先修幾個十五 十五分鐘 我們看這個六十月 本經的六十月 第三行 遺珠修群十五有奧 其實我們講說這個隨順 我們現在為什麼不隨順 我們現在所隨順的就是我們隨順我們的 無時有的習氣 那麼心盡心 這個隨順 那就是你要很清楚 我們現在念 本節妙信 它是 就講的前面講很清楚啦 它本來就是這樣子 法如是 它沒有 沒有什麼這一些的現像 這個像 這個像 其實這一像都是一個幻像 沒有這一些 也沒有眾生 也沒有菩薩 這一些東西就是 本來的東西是沒有這一些 那麼菱菱蟲蟲蟲 這一些現像的 前面講得很清楚啦 這是我們這件 節之性而已啦 那麼這件心 本是親近的心 它跟神接觸的時候 因為它原 每一個人的因緣不一樣 因為它了解了 眾生的一切的習性 它自己已經沒有這個 我止法子 離開了我法子了 它就能夠等正的隨順 隨順每一個眾生的根基 能夠幫助它 是這樣 不過這的話 都會依我們的知見 那就很難很難接應 因為是把這些眾生 無量無邊 讓我們這一念心 沒有我們的知見 已經沒有了 就是金剛軍所講 通達無我法者 能夠了解了這件心性 這身體不是我 只有那一件經驗 相應到這樣子的境界 那我們就可以 可以 體會到這一所講的 就是如來隨 到了這個隨順方便的時候 我們講隨順方便的時候 那就有這樣的功能 因為他自信本記著 他底下 他說我們的 遺租修行 食物有傲 我們一切的修行 就是 食物有傲 是找回我們 本地風光好語 找回我們的真心好語 誤了我們這一念 敬結信奧義 廟言結信奧義 這一念 也就是我們禪宗所講的 我們自己的本地風光 以後我們就隨順他 就隨順尊如來熏透無明 我們這一念信 我們這一念信 就真如本信 所以說 隨順 他來熏透無死五明 所以說 這個 這一定 首先一定要先悟言結之後 悟盡言結了之後 從信悟解悟到了 深解悟了 然後才把這個 才能夠從世中見理 從事項上見到 是空訓的 最後達到 事理圓融 這樣修 這就是真修了 真修的時候 你到時候 真正 不被煩惱傳來 知道是 一切都是假的 念念這點心 念念都是不離自信 除了這個 外面境界 不去攀岩外面境界的時候 自然心就 自然就親近了 因為是假的嘛 我們現在不知道是假 雖然就知道是假 但是我們習氣還在 不斷地在攀岩外面境界 心就是 心讓 就不能止息了 就差別這個地方 了解 徹底了解的時候 他自然就放下來了 我們這樣用功來對峙 從比較粗 從 從 未入地 從凡夫隨順到 未入地 隨順到 入地隨順 到了 如來隨順 那就是我們講的 修情的方法 結身相 結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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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心會生滅 心是會有能鎖 有苦肉 尤其什麼 結這個 那就是比較粗的 結滅相 把滅相 生滅相慢慢平了 那提升到了 未入地 菩薩的時候 就是結滅相 到結滅相的時候 就比較細了 那就是我們可以還 心念還沒有起伏的時候 你就發現到了 快要 快要 快要那個 那要 心是要開始要 要齊齊要發作的時候 你就看到了 再來 那就結身相 結住相 結住相 結住相就保存大事 知道是空的 根本沒有什麼好處 無所住了 到了無所住了 他自然 心就親近了 因為我們現在有住 有能有所 那心當然就需要關照 到了無所住了 那就 全信啟修 全修再信 無共用行 能夠達到這樣子 那是 變正法神 到最後 把四召品 生相無名 全斷禁的時候 那就是 如來誰順 那是 救進 妙節為的佛 可民 能夠 用這樣子 用這樣子 刺激方法 達到了 最後 正的法神 全信啟修 全修再信 能夠這樣子 到最後 破四召品 所以這一講 宜珠修行 十五有傲 方便隨順 奇數 你要方便 那就奇數無量 所以顏色所歸 尋性差別 當有三種 這個如果 是方便隨順圓結的修行 那數量就很多啦 有多少 八萬四千種法門 為什麼有八萬四千種法門 因為眾生有八萬四千種煩惱啦 才需要這法來對峙啦 所以菩薩修道 道總之是無量是地 道理就這樣 因為眾生 這無量的 這煩惱嘛 所以說 無量苦敵 無量極 無量滅 無量 道 就是這樣 苦極滅道 就這樣 修 無量法門 來 利益眾生 來破空貨 破我們的塵沙貨 所以這個方便 方便隨順 那就是奇數無量 前教普上 雖然 還沒有入位 但是 最起碼他已經達到了 六根清淨位了 也就是相識位了 最起碼他能夠見世 見禮啦 他能夠 達到不以萬把為禮啦 他能夠 造真造俗啦 真俗等官 真 你看 俗就是我們現在 世間現象的生命現象 他當體就是什麼 他空訓的 所以能夠造真造俗 知道是現象 俗地的現象也是幻化的 細幻象 他自然就是不以萬把為禮 達到位不退 所以當 也就是他 悟盡元節的時候 從這個 我們講 三前衛 也就是我們講 別叫的 直柱 直循 直迴向 廣修無量次第 他知道修行的方便 念念都是 歸盡元節 也就是我們找回我們的自己的本地風光 方法有 無量無邊 無量次第 所以說圓滿 圓滿所歸 什麼 信 尋信差別 常有三種 也就是無量的 方法 所以說 總色體就是 隨順靜元節 熬修的這個 有三種 三種就是 以我們靜元節的 體相用來修行 靜元節體是空極的 是我們空如來仗 這是法尊德 你要找他找不到 你心裡了不可得嘛 所以政府人他所說的 為什麼 因為他 降硬道了嘛 只要是體 只要是體了不可得嘛 那我們現在 了解這個道理 因為政府人他不會執著啦 他心 親近自無語啊 那我們現在呢 了解這個道理 但是我們習修還在 我們有分別心 他說很難體會到這個境界 所以說 靜元節心 體是空極 空熬靈 靈熬空 空靈的結智性 那 各位慢慢去體會 像 孟學在講話的 是你的文性 你的文性 借著你的深層像所顯的 文性 借著你的深層像所顯現出來的 你的文性借著它是騙整個法界 那我們現在是 因為我們的文性借著我們的耳根 來 來聽 所以說我們就 會有覺得感覺到說 這個 有能聽所聽 他本來是沒有 他本來是 靜元節心 他的功能 起上來講是騙整個法界 那是空訓的 那 靜元節的向大呢 就是我們講 不空如來仗 我們所看的現在境界都是 我們的漸奔看到的 就是我們 靜元節的向奔 所以就是我們的第八世 去漸奔 去奔別我們第八世的向奔 其實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常講說我們是 自心 分別自心向 所以我們現在 除了分別 我們的根深世界萬法 其實就是我們 靜元節的向大 那因為我們迷了 隨著我們的 三心的向去向 在那裡分別執著 那就 迷惑造業了 那誤了人他知道 我們是三心的元氣向 當我們放下來的時候 身心脫落了 那就是變成 急躁之性 我們就 烈烈去體會到 原來他始終 沒有 變異 他始終都是 急躁之性 所以這妙智慧 這個時候妙智慧就顯發了 妙智慧 它能夠隨順眾生的 分別 你這樣的話 你才能夠 轉世成治 轉我們的 染烏的 分別式 變成我們的 清淨的如來 真如是 所以 諸佛如來 從真如中 變現我們的 五印法 變現我們的 八四 八四五之一軍手 所以說他能夠 依我們眾生的 分別 要分別 因為 當我們心沒有作用的時候 沒有體 性沒有作用的時候 所以諸佛菩薩一定是 他也是 從性中 要幫助我們眾生的時候 還是要變現八四五之一軍手 才能夠 顯出這心的作用 如果說沒有的話 他都是什麼 一個性 性體 空的 空性的性體 幫助我們眾生 還是要 依真如變現八四五之一軍手 來幫助 教化眾生 所以我們知道 這都是 我們都是 這樣作用都是我們 八四五之一軍手 演化出來的 但是 我們不知道 諸佛主來他知道 他知道 都是我們真如顯現出的 從真如體裡面的 變現出來的 五韻 造出十八界之法 一個是體大 一個是向大 第三種是以我們的真如之用 那就是 用大來 祈修 祈修就是什麼 幫助眾生 以物盡言絕的用大來 修 那就是 真如信之 真如信之 用 這用在哪裡呢 就是在我們在六根門前的作用 在眼約見 在耳約文 在鼻翼能秀 在舌能常 在 對 一能之 在生能處 在一能之 這個作用 也就是 我們每天 處事在街霧 都是祂的作用 所以這個生 只是一個公 祭遙語 所以我們常常 常常講說 才常常 托死屍的是誰 我們有一天 這個是死屍 這個有一天 我們楊壽進了的時候就是死屍 是我們佛訓 所以說 這是我們的公祭 是我們 我所有的物 經文老法師說 這個生子是我所有的 這生子是自大的甲河 是地水火風的 四種能量甲河 自大的 自大是什麼 扁空 所以 那我們這個 哪裡有這個物 哪裡有這個四大 這生子是 它一個地水火風的甲河而已 沒有真正的一個實體 所以我們 天都是活在 每個人活在 真空廟游裡面 是我們自信顯發出來的 不是 實有的 它是幻化 幻影 浩宜 任元經講得很好 是眾生群絕八線 我們今天所見的這個幻影就是世間的現象 天人所見的幻影就是天人境界的現象 你看六道眾生所見幻影都是 是 把它當真的 你看螞蟻啊 螞蟻生他執著啦 那有一次 有一次 不要入 年經的時候就看到螞蟻對不對 佛笑笑的 阿蘭就問佛 佛說啦 你看 他說佛就敢 那個螞蟻啊 那個生啊 欺負出事的那個還是也螞蟻生 因為執著了嘛 生生自自執著了嘛 他為什麼變成那麼小呢 他執著比我們更厲害啊 你看 天人他執著 比我們 少那個他那個實戰業他顯現出 那跟我們這個色身不一樣 我們這個 我們地大 為主 天人是風大為主 你就知道啦 我們怎麼可以從我們世間的這角度來看這個佛法呢 當然不能啦 所以我們的佛性也演化出來的 只有 正元亮告訴我們 我們才知道我們自信的不可思議啊 所以我們要 震助佛法不是在研究啊 你看 悟 了解 原來是這樣子 把我們無時以來齊氣 藉著 精湛道理 我們起觀湛 幫助我們放下來 所以這裡講啊 顏色所歸 尋性差別 當有三種 這三種就是我們講 這個 這個我們自信的起大 向大 用大 依我們空如來障 不空如來障 不空 空不空如來障 天台宗所講的一心三觀 觀一盡三地 真地 俗地 中地 來 開這個 三個方便 那我們再看底下再經文 六十月的倒數第三行中間 善男子 若諸菩薩 勿敬元節 以敬節心 起敬為行 由成諸念 絕世 繁動 洞會發生 身心課程從此有滅 便能內發極盡清安 由極盡固 此方世界 諸如來心 諸來心 宜中顯現 如盡中相 此方便者 名 色謀他 這個是從這個方便講 色謀他 這是 從物近元節之後 從近元節的體大 知道是什麼 體空極 體 體空極知道像是什麼 由我們空極的心變現出來的 內根深外世界 都是我們至今心變現出來的 可以依此觀照 如果我們 不物近元節的時候 那就是我們先依外面境界 我們就把外面境界當作只有 他不是 用這個放下的 方法 他就是用強壓的方法 剛才講 以身指滅 以滅指身 用硬壓 最後呢 入無想定 或是 四空 四空定裡面 你看 到了一切法 有像 你看 知道這一切的四真相之後 因為 他不了解四真相 所以佛告訴我們 生即是無生 所以說 外道沒有聽 佛的這個 清清文法 所以說他不能了解四真相 他們很用功啊 真的很用功啊 那用功程度 就是沒有入佛之間的時候 用功的時候 都 幾乎都是偏到外道啦 很可惜啊 當然他們也有 這個 神通啊 但是我那個 我那個朋友他還蠻厲害的 你問他很多事情他就知道 但是呢 那這跟我們這個真正的心地法門啊 有所不同 也就是 經常所講的是 不了解實際上 他就用強壓的 但是 強壓之後 我們視訊定 不是自訊本定 視訊定的時候 他有功能 那我們自訊本定的時候 那是 我們講說這個 那個 有一個是什麼 胡露 對不對 那還沒有真正達到的 自訊是用壓的 所以說他是 長定的 自訊本來是長定的 是 楞元君講說是楞元大定 他自訊本來就是這樣 自訊本來就是 那個 撥捏嘛 大撥捏本來就是講我們自訊 所以說 這就是我們 悟了這念心之後 體訊是空的 所有東西就是那一念 心性 隨夜 尋夜 變現出來的幻象 讓我們能夠直下放下 所以到我們了解之後呢 訓練移動就放下了 因為已經偏離了我們自訊了 以後 越來越清楚 以後就不再攀岩了 知道了 正如 空訓了 時候 佛洛告訴我們 這一切將說 去換的 之法就是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維持一心 你就知道 原來 這個所方便是說謀他 就是 依我們的一心 空極 知道 能夠懂得放下 他不是用壓的 他一進座 很容易就放下 他不需要 萬元放下 不需要在 我們剛開始靜坐的時候 信念飛飛 開始又要不住 用鼠息啊 對不對 用鼠息啊 到最後呢 鼠息也不用啦 一直要是假的 放下來就好了 所以 幾下三人指 若珠菩薩 悟盡元節 你看第一個 就是先叫我們 悟盡元節 所以 唯有菩薩道來 才能悟盡元節 因為 心外求靶的話 他不知道 聖報釋經 依報釋界 是我們一心變現 出來的 自心 本來是親近幾面相 他本來是不生煩惱 煩惱 所以我們至今攀岩而來的 不悟 不了解是真相攀岩而來的 所以 悟實這樣很重要 自然就 懂得 常常做儒至觀 菩薩就是 從這樣子悟盡元節而入的 己觀型的 那如果我們 是修出離心 不知道這個宇宙萬法 維持一心的時候 最後就是變成了 奧勝的 滅定定 對不對 入偏真涅槃 就是這樣子來的 就很重要 重要不重要 重要啊 你看到了 入偏真涅槃雖然解脫了 但是 如果說是綠根的時候 他馬上回小巷大 因為他大 大聖種子在 銘牙了 馬上回小巷大 如果說是 那個 生生世世都在小聖 小聖那根氣要 要兩萬大絕才能夠 回小巷大 最慢兩萬大絕 大聖取信論講得很清楚啊 能夠了解我們族來賬妙真儒信啊 那就是 實性位的初駐菩薩以上 他能夠了解 是真相 所以這個 實駐 實行 實為相 見的 他是爆身佛啦 我們見不到啦 他爆身佛 因為 他們知道 自信變現的 這個 佛像 是從我們 劍編跟向編中 顯霸出來的 所以說是我們 一心裡面的 夜視變現出來的 所以我們 自信本氣就有這樣子的 功能啦 好 那奧盛人因為他們不了解 自知真相 所以心外見拔 所以奧盛人見的是 硬化身 硬化身 奧盛人見裡面 他這第一意就是什麼 去處真心 十方顯現的時候 慧智科技真 原章去大技性的時候 誤本心的時候 誤獲取修 守本真心 那是第一意 第一意 第二意是什麼 你還沒有誤本真心的時候 你要什麼 第二意 就是要八大菩提心 去除有為相 在我們世間裡面 能夠默默跟雲 不問說或這樣子 就是不要 不問說或只問根源不問說或 為什麼講說 只問根源不問說或 能夠什麼 他就能夠跟我們自信相應 自信相應沒有能鎖嘛 自信沒有能鎖嘛 所以只問根源不問說或 可以誤信 真的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 念念都是 不是為自己 念念都是 苦不苦 對能夠這樣子的時候 那就是跟我們自信相應的啦 簡單講的就是這樣子 不要看得小看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我們導使給我們 只問根源不問說或 它裡面很深的 含義在 就是誤自信 誤自信 因為我們眾生都有 有所求有所得 跟自信不能相應 所以說我們這個其實這個 這樣的修行 不斷的就用功 有一天元祭族的時候 我們就恍然大悟了 原來是 原來就是 所修的就是我們本來心 本來是祭族的東西啦 本來心體是空極的 現在為什麼不能急躁就是我們攀員啦 所以事情本來就是什麼 極滅永安的 本來是 像虛空一樣 虛空 虛空為什麼 不起煩惱 因為它 它是一個空啊零零啊空的嘛 因為我們現在 會有很多煩惱就是 內心去執著外面境界 宇宙萬把 那是真的 煩惱才來啦 所以我們現在是怎麼 沒有脅迫的時候 哎呀什麼都沒有關係 什麼都不要啦 錢少一點也沒有關係啦 但是健康很重要 有沒有 一般年紀大都是這樣子 但是沒有脅迫 沒有脅迫的時候才會這樣講 你再怎麼健康 只不過多了 多了這幾年而已嘛 總一天 這個還是變成死屍啊 但是我們這空啊零零零空啊 這一點節制性 從來沒有 沒有生死過啊 那個我們 我們要回覆到這個 這個地方啊 諸婆主來就是 它震入了 震入了 我們現在是 理解 道理 但是我們 真的要用功修情 把我們以前 錯誤的相對法 慢慢回復 回復到我們這一點 空啊零零空的節制性 我們執著的境界 我們執著的境界 是只有了 煩惱才有 境界是虛幻的 煩惱從哪裡來 那本來就空的啊 本來就沒有了 聽體是空的啊 所以說真正的 在佛大你要修空觀的時候 他就可以破見之禍了 那本來就是清淨的 本來就是無相的 雖然他是無相的 清淨的 他能夠 借著我們這個 六根的作用 顯出我們的五韻法 看到我們的內根深 外去界 原來在內根深外去界 其實都是不理我們這一念心性 這個就是 誰講的 誤盡言結 了解這 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那就是 盡信 一念盡信 這裡講 以盡結心 起盡 為行 也就是 以親近的我們言結自信 以前我們不知道 現在我們已經了解了 來 來到世間 只是不過是什麼 這夜包生啊 是歷事願心而已啊 不是說 我來這邊要享受 賺錢是為了享受 末節 倒極就這樣 那個 開始 開始 應徵的時候 你賺那麼錢 這個 來工作賺錢 做為什麼 當然啦 賺錢是為了享受嘛 那本來就這樣 翻譜嘛 翻譜 現在才想起來啊 不是啊 錢再多 也 還是生死 生死一條路而已啊 對不對 死了一條路 只要死這條路而已啦 人生沒有修心 只有死一條路而已啦 死了一條 你再多錢還是死路一條嘛 還是死路一條嘛 沒有 就是死路一條 所以我們現在了解的時候 你就不是死路一條啦 你這念心就是光明大道 所以我們藉著這身在事件來意識戀心 來提升我們的這個 法界 這者境界 心靈的這境界 所以我們要學習葡萄道精神啊 所以我們常講說 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 都是一樣 大家就是慢慢學習 做任何事情 不是 我修了多少 幫助人家多少 修多少這個福報 我兼了多少 款 我以後 來生可以得到多少福報 不是 這一些現象都是我們的 化成我們的本分事 把我們無時以來的那個習氣啊 有所都有所求的習氣慢慢 效規自信 我們就能夠 在 這個生活之中 在學習國法之中 在家庭也好 在以 處人 處事代言結婚也好 就變成這個人很怪 一個家庭 我們要懂得融合 要融合 我們 以後我們再慢慢得到包容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做到 哎呀做學博 學博 那個家庭才能夠 心能夠安 否則的話 男孩子 對不對 到最後 我們就看到了 這個最近的這個 這個媒體的報導 再有名都一樣 一下 一夜之間 就可以化為無有 我們了解這個道理 看得很清楚 媒體的報導 我們從博法的角度來看 我們就很清楚 佛真的是 大字大佩 把四真相告訴我們 我們從 現象界來講 我們就看得很清楚 如果沒有學習佛法 只有指路一條 那這條而已 我們就看得很清楚 了解這個道理 我們懂得 把我們的煩惱慢慢去除 藉著我們了解的道理 能夠在生活之中 能夠起慣召 能夠止觀 用止觀 來對峙我們的煩惱 然後 能夠 成諸 由 成諸念 然後把信念一直 一直一直親近 就靠止觀的方法 這個很多方法 念佛 也是一樣 像觀世音菩薩的 奧根元通章也是一樣 它反聞文字信 那我們現在 了解四真相的時候 我們 正念真如意 止觀的方法也可以 你看 讓我們杜正和尚的這個 法界三觀 真空絕相觀 女士元榮觀 能夠 作變寒榮 這樣沾查上課葉包經裡面 是什麼 真如直觀 真如直觀 微心直觀 微心直觀 微心直觀就是我們是 學習這個 我從為是 五重為是有五重為是觀 那我們學習新地法門的時候 就直接 製造是十相境界 直接放下來 放下 當下放下就是十相境界 離開了能所將對的 當下 這個就是清清楚明白 那本來就是我們本記的 我們都可以用各種方式 那個是方便 方便有多門就是這樣子 把我們無時以來習去 慢慢 能夠 放下來 那底下說 世絕 絕是煩動 也就是絕就是能夠絕照 煩就是 能夠看住他 能夠 不要隨他去 能夠望遠一起 能夠觀想 只要是得不到 可以放下來 只要是一法不可 沒有一法可得 放下來 我們慢慢這樣子觀 慢慢這樣觀 習氣的力量慢慢就少了 慢慢就少了 慢慢就少了 六祖道師在禪經裡面說 但善惡皆莫思良 自然流入 清 近心體 妙用 如恒渣 對不對 常常這樣觀 知道是靜靜的 慢慢就好像感受到 好像每天都在看到 進階之甲 像看電影一樣 那感受就會有了 有這個感受 如果我們 念念都看到相對法的時候 表示我們修行沒有得力 沒有得力 慢慢感覺好像夢啊 有一些得力啦 但你觀照力量慢慢慢慢 他就 一提節 一提節觀 你觀照力量就 得力啦 賣煩惱錢很快就放下來了 所以這一講 劫勢煩動 你執著他的時候 然後 你知道 都是我們心動了 慢慢懂得慢慢放下來 除面世心的分別妄想 用這樣來除掉我們世心的妄想 好 禁會發生 這樣子有什麼 禁熬 得到定 有定了 那就會就開了 就智慧就開了 所以 禁會發生就是定了 由進 好定 好 定 開會 那就 到最後就正薄弱啦 所以這個 薄弱智慧一開的時候啊 那 底下說 身心刻存 從此有滅 見到了實相了嘛 身心刻存 從此有滅了 了解實相了 那 原來 了解 以前845C星手 對不對 五運合合的假身 那都是 都是我們這個 假象而已啊 都不是真的 真的我們心就是 我們那一念空靈靈空的那一念 精進而已啊 所以入了實相的時候 一切 的一切 包括我們 身心世界 當體 他就是空極的 知道是 一心境界 像夢醒的一樣 夢醒的 當體這境界是空極的 所以新經講 是諸法空向 不生不滅 不扣不靈 不針不減 如果我們能夠 真正的身心脫落啦 刻存 身心刻存 從此有滅的時候 我們就見到 像 跟新經所講的 相應啦 是諸法空向 不針不滅 不針不減 原來是 就是這樣子啊 法如是 現在我們 還沒有達到這樣子 我們 看不到 有看到世界 種種的 這一種現象 差別像 讓我們 知道了解的時候 這種差別像 通通消貴自信啊 就是維持一心而已啊 就是自信空極了 然後 從 信起 用的時候 那就 無上的 大道 信起就是空 從空 零零零 空的這念心 就是 我們講的 無住啦 無住 沒有住任何這個 東西 本來無異物的 那念心 跟層接觸的時候 它直接作用 那就是 無上的 菩提啦 所以勇家 正道哥才講 夢裡 明明有六七 絕後空空無大千 夢裡 我們看來有種種的 境界對不對 夢醒啊 原來是 有六七那麼多 包括我們 所看的 你我他根深世界 原來 就是我們的夢醒而已 到絕後空空無大千 從 能夠從 始終見理 到最後 通通能夠效益自信 直到 一切萬法 說 你要再講 空極了是我們自信 本來是 法而如是 為什麼這樣 只有法而如是 不是真的自由啦 有都是我們親近本性顯現出來的 幻象 好以了解這個道理 我們就是 你看 相應到這樣的時候 那就是 夢醒啦 夢醒 正道哥講的 夢裡明明有流去 絕後空空無大千 現在雖然我們還沒有正到這樣 但是我們 以聖言量 我們了解啦 放下我們 對這個 身間世界的執著 所以說 內 發 極 極盡 清安 那個極盡 極就是極躁嘛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敬就是 一切不然嘛 不執著一切 會極 不起 動盡傲向 對不對 那個 在 在那個 奧跟元同場 裡面 不體動盡傲向 能夠從 了了見 能夠從 世中見禮 禮中見世 極盡清安 那就是我們講的 如是重負啦 覺得 身心 安 泰然 安然 內心清淨 我們自盡本記的 那個 優雅啦 像 你看 我們比翼 我們像我們執著世間的這一種的五六層的這個東西 執著它 就如同 我們那個 一盆花 館上 那個葉來香的花 好香 對不對 本來我們住有這個蘭花是悠悠然有時候聞到好清香好清香 那就被葉蘭花 蓋住了對不對 就如同 那個 那個葉來香 有葉來香的葉來香的這個 因為它比較重嘛 就比翼 我們世間的這個東西 把我們的 無意的這一種 把我們的自信的清淨的那個 那個法位 把它蓋住了 一樣 這告訴我們清安就是 本來無意我內心的這個清安 就是這樣顯現出來的 因為為什麼都是本來是寂靜的 心不在攀岩啦 知道外面境界 是虛幻的 對不對 以前 會被外面境界 動亂了 內心會被它動亂 現在呢 知道是 是真相 懂得 不被 這個境界轉了 是虛幻的 所以內八就是離開了六成的分別了 好 內心顯現出來的就是 極盡清安 這個是比四成八定 還要殊勝 是我們自信本記的 我們講把體充滿了 這個就是 內心 清淨 清安 能夠極盡 永安 沒有煩惱 也就是 心經所講的什麼 是嗎 吾掛愛顧 吾有恐不遠離顛倒夢想 就近涅槃 好 我們因為時間 已經到了 我們就說明到這個 變能內八極盡清安 由極盡顧 這個時候 下面就講了 十方世界 諸如來心中 諸如來心宜中顯 向盡中向 此方便者 是名 奢謀他 我們就知道 原來整個法界就是我們這些一心嘛 到最後 真正你了解的時候就是從空觀而入的 就 酌摩他 酸摩佛提神 我們從這樣子了解的知道是 因為我們所在有 所以先用空觀的方便 也就是天才聰所講的 別教的方法 空觀 游有入空 游空入甲 有甲 入中 這個就是方便方法 這現在我們說明到這個 搜摩他 那底下 就是講到這個 修行我們在 下個禮拜我們再做個 說明 先說明到這個 十方世界 朱如來 心中顯霸 一鏡中 一直方便 名這麼大 也就是 說明到我們 諸佛如來都是同一體性 就入了結境大海 我們也是一樣 以此方便 在修行 到最後 從空入甲 游甲入中 入了 正如十項 這都是方便方法 我們本經 有頓悟頓修頓正 有見修的方法 這個所以說我們本經來講 療癒了 非常殊勝的 各位大臣我們一起合掌 恭念 回相祭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祝福 這都是 未曾經 有 一切 我們 全都 有 我們 有